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8月22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今日的ET开市直击 我是Irene和Irene 今早有关大政券国际政券策律师 吴礼妍Kenny為大家分析市房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Kenny 早晨Irene 各位大家好 联储局公布了上个月的议息会议纪录 星期三美股见到反复向好 中概股指数都弹升超过2% 硬指亦其升过过百点 等下都问Kenny 怎样是最新的市房 当然 港股就是业绩期 很多焦点业绩都会分析下 大家有什么股票嫌难 都欢迎Whatsapp 留言币我们 电话是9613 3819 或者可以在我留言区留言 说下你的名字和想问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表现 美国新增职位数据向下修订 五二联储局公布七元议息会议纪录 显示绝大多数官员认为 在9月减息可能是适当的做法 几乎所有官员预计通胀会继续放缓 美股星期三反复向好 道指曾经升139点 收市升55点 报40890点 标指升大约0.4% 报5620点 纳指升超过0.5% 欧洲股市亦都靠稳 美国十年期债息曾经跌穿3.8% 下一次一年低位 美匯指数曾经转跌0.5% 跌穿101%水平 日元曾经跌1% 之后转升大约0.5% 星期二创新高的金价就有回途 焦点美股 Meta升1.6% Tesla升1% Amazon升0.7% Google就逆市跌0.8% NVIDIA升1% 英特2升2% 就是升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 另外 零售商target 上季销售扭转跌势 股价抽升1.1% 银行股就普遍受压 看中概股和ADR的表现 小米业势又好过预期 ADR见到有买盘 截算收报18.31港元 比港股收市升5% 星期三急跌京东回稳 美股跌幅收集到4% 截算报105.28 比港股收市升2.8% 百度和网易升超过2%至3% 阿里巴巴升1.8% 自算报81.37% 而腾讯和美团升0.6% 汇丰控股ADR自算报67.31% 比港股收市升1.7% 友邦和港交所升0.3% 比亚迪升0.1% 大致都靠稳 其中日本股市升0.8% 日经平均指数是38280点 升328点 南韩股市升0.1% 澳洲市升0.3% 新西兰股市略为偏远 恒指黑期表现都可以 升过8点 预示港股 先和Candy 谈谈谈谈最新的外围市况消息 昨天指数 如果有看过美股 又不是有很大的上落 大家在看的是 昨晚有新的数据收定 直至3月过去一年 飞龙职位向下修订了81.8万 就是15年来最大规模的下调 一来可能已经反映了 这些酒业市场 是否比原先大家想的 更早已经是降温呢 另外大家提及 近日联储局公布了7月会议记录 转一步印证了9月会减息 因为显示大多数议会者都认为 可能会适合9月减息 甚至有一些人认为7月 就应该已经有理由减息了 当然了 今个星期还有一个焦点 就是未发生的 就是今个星期 今晚就会开始 但焦点是星期五雅 Jackson Hole央行年会 就是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言论 大家就要看看会说些什么 就是会进一步印证减息的预期 你自己有点看 9月减息 现在是不是已经成定局 因为市场现在好像大部分都这样想 还有美股早前经过急跌之后 其实现在看回 好像差不多都大复复完了 走势是否反复向好呢 是的 没错 我想分开几样东西去看 第一就是华瑞就业市场出现回流局面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也是过去这个结果 反映着过去联储局 曾经这么长时间的连续加息 其实他本身就是希望经济不要过热 或者希望通胀不要过高 所以某程度上来说 其实他本身联储局也有这样的因由 就是想看到这件事发生 只不过是迟来或者早来的问题 同时通过一段时间 就是美国整体上的经济数据 包括了就业市场 或者一些新领失业救济的人数等等 我觉得整体上反映着 美国的经济 其实对比起年几两年前 一个比较迟一点的程度 其实现在已经是一个回落局面 但是回落的过程当中 又相对比较有引性的 就是反映着 在一些服务业方面相对比较强劲 一些制造业相对比较弱一点 所以在暂时来看的话 其实未至于全面变差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也都是令到投资者 对于前段时间 大家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的忧虑 其实就有个下降了的预期 而第二点就是 虽然对于经济衰退的忧虑就下降了 但是大家对于减息的热设期待 就一点都没有变 正如刚才Eileen所说的 现在市场也是冲敬 九月份减息 这个在利率期货去看的话 基本上就已经是百分之一百的预期了 只不过是在于 究竟是减二十五个基点 还是七十五个基点 从昨天一个联储局的议息会计 记录公布出来之后 我相信市场对于这个内容 大家就不算是特别地觉得意外 包括从利率期货 都仍然是反映着减二十五个基点大概是六成 减五十个基点大概是四成 而我自己也是维持着这个看法 就是对于九月份减息 我自己预计二十五个基点的可能性 就相对比较大一点 这个情况之下 我相信对于投资市场 特别是美股 可能在短期方面 都仍然有一个支持在 因为一方面大家对经济看法 就没有悲观 第二就是对于减息的前景 就看得相对比较有信心 那自不然就有利于资金 是继续在目前比较近的市场 继续去追逐一些获利的机会 所以我自己看美国的三大指数 特别是标普500指数 其实现在又差不多 再到逼近前高位附近 我自己相信未来可能短期 也仍然是有机会有一个短线表现 嗯 那就是前景也是看好 对于短线操作来说 好像现在大家都有害怕 即是弹到这个位置 即是再追 短线会不会那个获利的空间 相对都小呢 还是都不用理了 即是减息了 不用担心 这样呢 其实我觉得是的 我自己看短期 其实有机会是维持着强势 但代不代表着这个时间 在这个位置再高追 其实我觉得有少许风险 因为一方面前段时间 在前段时间三大指数的顶部附近 由于日元拆仓潮的忧虑 和美国经济数据有少少变差的意味 令到三大指数曾经出现一个快速回落 这次快速回落的局面 我相信令到市场对于前段时间 一些比较高的位置 大家的担忧情绪 是仍然维持着在那些位置 所以这一次三大指数 仍然有机会反弹回到接近前高位 但去到那些位置 我相信大家对于一个比较高估值 或者一个很高的情绪 有机会再度释放出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策略 可能原先已经拿着一些美股投资者 其实现在可以 短线还可以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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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相信不同仓位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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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 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一點 成交額九百三十八億